辅导县 辅导县距离东京约200公里 乘坐新干线一小时30分钟左右即可抵达 人口约192万人 面积约14000平方公里 是日本第三大县 辅导县分为中通 汇津 冰通三个部分 自然风景秀丽 历史文化丰富 还有温泉等观光设施充满了魅力 另外 辅导县还是日本全国重要的农产品产地之一 为了把美味的农产品呈现给消费者 县研究机构在品种开发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1年3月11日 日本发生了国内观测史上最大震级 李氏9.0级的大地震 辅导县遭受了高达七级阵度的地震和海啸的破坏 房屋倒塌 公路 铁路 供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破坏 另外 同时发生的核危害和避难指示 也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避难者人数在震灾发生一年后曾一度多达16万4千人的最高点 但是现已逐渐减少 需要避难的区域得以阶段性解除 让避难居民重回故里的各种动向也已展开 辅导县内已经完成了灾后重建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复原 由于对学校操场 公园等表层土壤进行了更换 清除了原草坪 通过这些除去污染源的工作 以及放射性物质本身的衰减性质 放射限量以随时间的流逝逐渐降低 线内设置了大约3700处空间限量检测点 提供有关放射线的准确信息 例如 县厅所在地辅导式的空间限量 为每小时0.18为细幅 全球各地的空间限量也处于相同水平 有大约27万人接受了辅导县实施的全身式检测衣体内被辐射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99.9%以上的人员 体内辐射量低于1毫系浮 另外福岛县还得县内各地的自来水进行了检查 结果显示被检出放射性点和放射性色 福岛县是全国重要农业县 出产各种农林水产品 为了把安全美味的农林水产品供应给消费者 在公众前和公众后的生产流通阶段 国家和县市丁村生产者和流通销售业者 共同采取了各种安全保障措施 通过一系列检查 确保只把安全的农林水产品供应给市场 由于核电站事故 放射性物质发生了飞散 但农作物种植塑料大棚和家畜蓝色等待屋顶的建筑物内部的土壤 几乎未受到影响 关于室外的农田 通过各种研究和对放射性色的特性分析 确立了高效降低放射性色对农作物影响的处理方法 首先我们了解到放射性色被土壤中的黏土矿物吸附后 难以被农作物吸收 而且放射性色只会存在于土壤表面以下5厘米深度以内的土层中 因此要减轻来自农田的放射性物质的影响 可以通过加大农田耕作深度的深耕 将表层土壤翻至下部的反转耕作 以及去除表层土壤的铲除表土三种方法来进行有效的防护 蛋、磷、甲是农作物生长必须的三种元素 当土壤中的甲减少 农作物便会吸收与甲呈相同碱性的金属色 因此增加土壤中甲的含量 便可以有效抑制对放射性色的吸收 果树方面对树木进行清洗和剥离树皮等措施也受到了显著的效果 将这些措施应用到实际农业生产中 有效防止农作物吸收放射性色 从而生产安全的农产品 下面为大家介绍生产阶段的措施 日本放射性色基准值 为每一公斤一般食品100贝克勒尔 鲜浸牛奶50贝克勒尔 饮料10贝克勒尔 婴儿食品50贝克勒尔 是全球最严格基准值 福岛县对当地产的农产水产品 在出货前使用高精度折半导体检测仪进行检查 截至目前监控检查数量已经超过了15万件 この検査は災害対策基本法という国の法律 それから原子力災害対策特別措置法という国の法律に基づいて行っています また国のガイドラインに基づいて県が実施方針を立てて実施しています 本県で生産されます農林水産物のうち販売されるものを対象としています 具体的には野菜、果物、魚介類、キノコ、山菜、蜂蜜、穀類、原油、それから肉類、卵、飼料作物などのモニタリングを行っています 下面为大家介绍福岛县農業綜合中心实施的安全检查 首先根据采集計画采集检测样本 放入塑料袋 然后进行清除泥土等预处理后 转入检查室 确认转入检查室的样本的编号和市丁村产地等信息 进入检查室前 使用测量仪确认无外部污染 将样本放入刻度容器 然后转入分析室 输入要进行分析的样本的数据 使用者半导体检测仪进行检测 每年大约检测5000件蔬菜水果样本 2013年以后 未曾发现一粒超过基准值的样本 福岛县海底县内出产的所有大米进行放射性物质检查 对每个米袋编号进行管理 在低于基准值的米袋上 粘贴检查完毕标签后出货 2012年以来 完成了约4200万代苍米的检查 其中对2015年生产的 约1040万代大米的检查结果显示 未发现任何一粒超过基准值的产品 对牛肉也实施了彻底的管理 县和相关团体的人员拜访牛脂养殖户 对饲养情况和饲料进行调查 只把实施了妥善管理的牛供应给市场 并对所有牛实施放射性物质检查 2011年8月以后 未曾发现任何一粒超过基准值的产品 福岛县寒域有寒流和暖流交汇 是渔业资源非常丰富的一场 东日本大地震前 这里出产200多种海产品 但由于受到核污染 部分海产品被检测出了超过国家基准值的放射性物质 因而被禁止供应给市场 福岛县沿海的渔液也被迫暂停捕捞 福岛县对海水中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检查 自2012年4月起 所有海域均未检出放射性物质 另外核电站事故发生5年以后 事故发生时受到放射性影响的鱼虾类 均因达到寿命而死亡 截至目前 预超过3万数量的鱼虾类实施了监控检查 2015年4月后 未发现超过国家基准值的海产品 其中对安全性得到确认的一类 进行试验性销售 对流通状况和销售价格进行调查 为正式开始捕捞和销售 做好准备工作 国家基准值的海产品 国家基准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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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为确保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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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对加工后的湿干进行全数检查 彻底确认安全性后出货 所有检查结果都在辅导县官方网站中公布 除了生产阶段之外 辅导县还使用各种设备在流通阶段实施检查 国家和县里还对市场、超市等零售店或农产品直销店内流通的食品进行抽样检查 对于自家消费的蔬菜类食品 在公共设施中设置检查机器 以便于居民自行检查 另外在农产品直销店和超市等场所 也设置了可以进行自主检查的场所 県内全ての農畜産物 これに関しては行政の検査確認を受けたもののみ販売しております さらに愛情管においては生産者別に出荷前に各それぞれの商品について 放射の検査を実施しておりまして さらに販売中の品物においてもサンプルで抽出して愛情管として検査しております そういうわけで20、30の厳しいチェック体制で 品物を監視して管理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きちんと管理、検査なさっていると思うので そこのところは安心してというか信頼していただいてます 另外、還對一般家庭飲食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質進行了調查 自2013年起、未出現一粒超過其准質 還對学校餐食進行檢查、確認其安全性 這樣、福島縣從農産品工作前到生産、流通階段 實施了各種検查 為了把安全美味的農林水産品供運給消費者 確立了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嚴格的管理体制 震災和核電站事故發生後 由於受到日本国内外的大力支援 誕生了新的產業 福島重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這期間、福島人為了確保餐桌安全 持續著各種挑戰 私ども震災以降生産したトマトを中心に 福島県が行うモニタリング検査という 放射性物質の検査を行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それに加えまして市が行う簡易検査 並びに私ども会社として自主的に行っております 放射性物質検査の自主検査をですね 定期的に今も行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ね これまで検査を重ねてきた中でですね いわゆる国の定める基準値を超えるということは 一度もなかったんですが やはりこの検査はですね これからも引き続きやっていくことで やはり消費者の方々に対して 安心をお届けできるだろうと思って 今後も続けていく予定でおります 現在 由于不懈的努力 对本縣農産品的進口管制 也在逐渐緩和或撤銷 目前 本縣的各種食品 扩大了包括 美国 欧盟 東南亚 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出口 福岛的桃子和大米 等已经出口新加坡 泰国 和瓦来西亚等国家 另外 加工食品和日本酒 也已经出口到了 美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这些食品 因其优良的品质 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评价 出口数量和产品种类 也在不断增加 福岛的生产者 世代传承着 对农林水产品的梦想 8万6千5百名农民 不惧逆境 胸怀热忱及骄傲 不懈努力 把安全美味的农产品 呈现给消费者 福岛全体的農産物的 是恵まれた水 太阳の日差し 自然豊かな地域で育った 農産物なんで どこにも負けないくらいに 美味しい農産物を作ってるんで 皆さんどうか食べて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食べ一口食べたら美味しいなって みんな思うんで ぜひとも一口食べて 美味しいなと思ったら どんどん食べ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每天的食物成就了我們的未来 美食的宝庫 福岛線 每天滿懷自信地把美食呈現給您